大家好,欢迎收看聚焦TV栏目,我是主持人Sara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 联华金融服务集团的创始人冯英索先生 冯先生是加拿大顶级财税专家 拥有近30年的资深行业经验 长期为加拿大新移民居民进行税务规划和海外资产管理服务 同时还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电视台、投资理财 和税务专题节目,特约专家主持 著有多本畅销书,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Simon,冯英索 很高兴地再次和大家见面 那最近这段时间啊 整个加拿大最关注的事件之一 就是联邦政府提出的最新预算案了 从大厨说,这决定了联邦政府 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 从小处说呢,他又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关系到我们的税收和福利等等 没错的啊 3月28号的时候呢,联邦政府的预算案 确实是大家可以说是万中瞩目 然后里面呢,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比方说呢,这个牙医福利啊,这个是的扩大 就是说看牙医呢,是更方便了 汇集的人群呢,更多了 在去年的时候呢,是牙医呢 只是覆盖符合条件的12岁呢 以及以下的儿童 那么今年的预算案呢 就扩大到了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还有老年人 嗯,谢谢 那关于牙医福利这一块 也有很多朋友有疑问 就是说这个牙医它报的 所有的这个治疗的项目 是全部的治疗项目 还是只是基础的治疗项目 比如说像孤牙呀 要种植牙这些 它会给报吗 一般都是都是啊 就是基本的部分 基本的部分 对对对 但是细节的部分的话需要再 是是是是 我也想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治疗 项目确实还是很贵 很贵的 对的对的 这些福利呢 对所有人来说 当然是利好 但大家还非常关注一件事情 就这次最新的联邦政府预算案 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交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次呢 就是对个税的方面 事实上呢 还是有有蛮大的调整的 是表面上看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调整 但是从细节 却看出了很多问题 是吧 是的 那这次预算出台之前 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那你可以解读一下吗 出台之前呢 实际上最关心的是 像我们会计师协会的话 最关心有两点 第一点 增加税率 传言的是说 要把这个 比方说B系统最高的税率呢 要从53.5 加到55.5 就是最富有的 对对 大概23万以上 23万以上 收入的人 这是第一个担心的 然后第二个担心呢 就是资本增值税 资本增值税呢 就是以前呢 是50%免税 50%算收入 比较担心说 它会变成 三分之二要报税 三分之一 免税 并且呢 再往下呢 会变成 四分之一 免税 四分之三要报税 那capital gain 这一部分 其实政府正在调整 它的比例 对 就是因为现在政府缺钱嘛 然后呢 这个资本增值 资本增值呢 税增加 政府认为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富人 才有资本增值 而这个就是 收富人更多的税呢 是现在是一种 政治正确的做法 对对对 那这次预算案 我们可能很多的媒体啊 都用了一个表述 就是说 这次是拿富人来开刀 是这样 所以我们预算案 一出来的时候 猛一看哈 比方说我第一眼看的时候 找说 这个最高税呢 没有从53.5%到55.5% 这挺好啊 没有 没问题啊 然后第二个呢 Capital Gain Tax呢 这个第一眼看 好像也没改变啊 所以好像是心里 心里有点放心 安慰 安慰一样 OK好 但是呢 等到过了几天 慢慢的来研究的时候 然后发现呢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就表面上看 没有增加税 但是呢 事实上是偷偷的事 增加了 增加了税 它增加在哪边呢 就叫做 替代 替代最低税啊 叫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叫替代 AMT啊 这个替代最低税呢 做了蛮大的修改 这个税呢 是从86年开始实行 然后呢 86年呢 到 现在有37年时间 就没有 没有改变过 但是这次呢 它要调整了 比方说呢 第一个调整呢 就是说 这个以前的 这个最 就是替代最低税呢 它的税率啊 联邦的税率是15% 那这次呢 它就提高到了 20.5% 所以这个方面 有一个提高 然后其他的方面呢 跟以前呢 有了 应该讲是有了 根本性的不同 对 就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说 这个资本增值税 没有从 50%免税 变成 三分之一免税呀 或者是 四分之一免税呀 这没变呀 不是挺好吗 对 但是呢 事实上在 计算 就是替代最低税的时候 它是变了 替代最低税呢 以前的时候 是说 这个 就是80%的资本增值 要算作收入来计算 这个 替代最低税呀 但是呢 这次的预算案之后 变成什么呢 变成百分之百的 增值部分 增值部分 就是说 事实上呢 从一定程度来讲 对 从一定程度来讲呢 是 以前你可以 50%免税 下面的话 几乎是百分之百 事实上是要 计算税率的 要计算税率了 所以这个 一般人都没有 都没有 察觉到 对 都没有察觉到 在偷偷的 来改变 所有的税率政策 温水储 清发的 这种 这种给 拿富人开刀的政策 对 比方说 再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 假设一个人呢 他在这边 创办一个生意 然后呢 这个生意呢 把它卖掉了 经营性的生意 卖掉了 政府呢 是给了一个 叫做 终身免税的 一个额度 这个额度呢 就是 现在是97万 97万 它每年会调整一点 就100万左右 对 它允许你 这个一辈子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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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了一个生意 然后你把它卖掉 这个 100万 是不用 是不用交税的 是不用交税的 其实蛮好的计划 对 就鼓励大家 创业呀 然后将来 再把这个卖掉啊 然后都不用交税 这个本来是 政府鼓励的 但是呢 这一次的预算案里面 是说 不行 你这个 你赚了100万 就97万 本来是一分钱税 不要交的 现在呢 不行 现在呢 30% 要算你的收入 所以呢 你就 比方说 假设是 这个100万的话 30% 就30万要算你的收入 这30万要算收入 如果按照最高税率的话 那还要交十几万 那就要交 差不多15 6万的税 对 所以本来是 完全免税的 现在就要交 就要交15 6万的税 所以真的是 在细微处啊 可以看出 我们加拿大万税之国 在很多地方 在改动 还有一个 让我们都 蛮有压力的 还有一个就是 给慈善机构 捐款啊 常用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捐股票 就比方说 这个股票 你买的时候是 这个10万块钱 它增值呢 增值到了20万 你不把他卖掉 你直接把股票 捐给这个 就是慈善机构 那这样的话呢 它从10万到20万 这个增值啊 你是不用交税的 而你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呢 它又算20万 又算20万的捐款 对 这样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当年 是30万的收入 对 那你就可以扣除20万 那你只需要 交10万块钱的 那个税率就可以了 对 相信的 对 是这样子的啊 你本来从10万到20万 是增值了10万块钱 原来是全免税的啊 现在呢 50%要算你的收入 哦 对 对 在以前的基础上 你百分 又增加了5万 对 又增加了5万 比方说这个数呢 是如果你要捐款 是50万 要捐款是100万呢 这个数又大了很多 对 对 讲得非常详细 和透彻 像 很有帮助 对 捐款 以前呢 你说我 捐了10万块钱 给学校 给医院啊 这个钱呢 以前是都可以来 来抵扣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乘以最高税率的话 可以抵扣超过一半的 但是现在呢 你捐款的部分 在你计算 这个替代最低税的时候 只算一半了 那也会削减很多人 捐款的热情吧 会的 会的啊 就是 就是在这边呢 很多时候 大的捐款呢 都是和 和税是相关的 嗯 那现在呢 就是这样突然 减半了 那么这样的话 会 影响一些 影响很多 很多这个慈善机构的 再比方说 那个搬家的费用 什么小孩看护的费用 然后你 你交了 这个给政府 什么退休金啊 养老金的 这些 这些费用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 可以从你收入里面 来 来扣除的 现在呢 是说 只能够扣除一半 哦 只能扣除一半 对的对的 以前我们孩子啊 去幼儿园的费用 都是可以抵扣的 现在呢 就是它正常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抵扣 但是在计算你替代 最低税 就是说富人的这种 替代最低税的时候 只算你一半 嗯 就是超过25万人的 收入人群 对吧 它是超过17万 17万3 哦 17万3的收入人群 他就只能抵扣一半了 对 在计算他的税的时候 就只能抵扣一半 谈到了这个具体的调整啊 那对于高收入人群 有什么影响吗 是不是有没有应对的一些措施呢 预算案现在出来 然后呢 它生效日期呢 是到 从明年开始 从24年开始 这个中间呢 这七八个月的时间 它还会有一些 比方说征询啊 就是意见啊 各方面的啊 就是说 它法案已经通过了吗 对吧 对 因为预算案 预算案呢 是这个 加拿大的税法呢 改变很奇妙的 都是跟着 跟着这个预算案来 因为预算案 一旦不通过的话 嗯 那个政府就是 如果是 多数党的政府的话 它就一定要通过 如果它是 它是联合政府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预算案通不过啊 那政府就要 倒台重新大选的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呢 通过这种 这种预算案 偷偷地把税啊 什么等等的 都都放在一起 然后就改变 那应该预测是 肯定是通过的 肯定是通过的 然后细节方面呢 是有可能到 明年实行的时候 有些方面会改变啊 高收入人群来讲 是个翻天覆地的 一个税务变化 但是呢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 都还被蒙在鼓里 都还没有 没有察觉到 如果说到2024年 这个法案真正实施的时候 那对于报税人群 就是高收入 报税人群 有一些什么样的 应对措施 现在看呢 是包括的部分太多了 改变的部分太多了 就是把原来 可以结税的一些方法 几乎都全部 就可以堵住了 这样子 并且呢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特别公平 就刚才讲的捐款啊 然后什么看顾小孩的费用啊 搬家的费用啊 就是这些呢 本来该扣多少 就应该扣多少的 你不能说我收入 超过20万了 我就 这些东西我就不能够 本来可以扣的 就不能扣了 然后呢 你记上资本增值 突然从50% 变成100%了 这市场并不是 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并不是 一个特别公平的 就是说 一个社会呢 它有贫 有负 你说减少这个贫富差别 但是呢 也要给一些人一些鼓励 对对 要不然大家都不愿意 再去多为社会创造福利 多赚钱了 对 因为要去创业啊等等 实际上也是很辛苦的 要给他一些鼓励 才会有一些人 他会去创业啊 去努力啊等等啊 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堵上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缺乏了这种 这种创业的这样 环境了 对对 一个环境 那这次税率的改变 可以说是偷偷加税的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典范了 对的对的 这个是在主流媒体说 这是个masterpiece 这是个典范啊 偷偷的加税啊 事实上呢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 一个偷偷加税的典范 就是 就是CPP CP呢 是 它每年都在增加 CPP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教的这个 将来退休的时候 所以 所以你每年增加供款的时候 你自己不觉得 所以反正是 为我退休准备的 对 但是呢 事实上 这个 每年都在涨 每年都在涨 然后呢 我们做企业也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对的 就是基本上 五年前 十年前 我们交的税 CPP和加上联邦啊 这些各种省税 还有再加上EI等等啊 就是一个月 我们大概还能够 觉得这部分资金是 一个是公司可以需要交的 再就是帮助员工交的 那还是OK的 我们能承认大概 比如说五六千七八千 但现在基本上涨了将近一倍 或者三分之二都有 涨了很多 我从业以来呢 你像我是96年 开始从业啊 然后9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个人和公司 我记得好像就是 就百分之二点五左右 就总共就百分之五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三万五左右是个上限 所以呢 三万五乘以百分之五的话呢 就是一千七百五十块 也就是说公司和个人加在一起啊 交不到两千块钱就可以了 现在呢就就不是了 差不多是七万块啊 七万块 然后乘以百分之十一点八 就个人要交五点九 所以这样的话 一切差不多八千块 就是从不到两千块 到八千块 八千块了 八千块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三四倍了 对如果就是比方说 今天你开始工作 一年的交八千块 就四十年 四十年的话呢 就是交三十多万 然后退休的时候开始领 领了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对 一千多块钱 就是你一年呢 差不多领一万五 你要把这三十万领回来呢 要二十年的时间 就六十五岁开始呢 你要到八十五岁 你才能把你的本金拿回来 只能把本金拿回来 还有些人活不到八十五岁 活不到八十五岁 那就等于跟政府做贡献 所以这一部分 是一个hidden tax 偷偷加税 那解释的非常清楚啊 高收入人群 可能是要带上这个紧箍咒了 我看普通工薪阶层呢 却有一些好消息 比如说这次预算案 提出了一个食品杂货退税 联邦政府呢 将以双倍GST支出的形式呢 提供一次性的退税 为了解决加拿大食品杂货 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 对的就是 他给了很多小的福利 所以普通人觉得不错呀 这个什么牙医啊 这方面有改善 然后这个GST退税呢 就是我又可以增加 比方说一个单身的人士的话 可以拿到234块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食品杂货的一个退税 然后一年吧 对一年 对然后呢 如果有两个孩子的夫妇的话呢 可以拿到460多块啊 老年人也可以获得220多块啊 就是说呢 这个是他在很小的地方啊 给了大家一些福利 这个主要是购买选票嘛 就是说应该政府给了我这些福利 我将来明年再投他 但是整个税务环境 我认为反正是越来越严峻了 对对 那冯总呢 刚刚你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 这次预算案的很多的细节啊 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法案之外呢 这次预算案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热点吗 刚才谈到的 那个替代最低税的计算方法 是人在人过世的时候 最后一次报税 它有没有特殊的例外啊 因为如果要是对最后一次报税 没有特殊的例外的话 就是在人过世的时候呢 你遗产税吗还是 对因为加拿大它是没有遗产税 它有增值税的 但是增值呢 以前是一半可以免税的 所以增值税呢 就是事实上就是最高税的一半 就26.75 但是如果这个替代最低税 对最后一年 最后一次报税也有影响的话 这个增值税就从26.75% 就会变成40.13 美国的遗产税也是40%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会大大提高 就是最后最后一次报税的时候 需要交的相当于遗产税的这个税 那其实就是儿女们想要继承的话 那到时候她的这个税率 就增加到了40% 所以这个这部分 因为细节还没有最后出来 要看一下 就是如果对最后一次报税 就是人去世那一年的报税 没有豁免的话 比方说很多人的是说 我在我过世之后 我捐100万给儿童医院 举个例子好了 那这个就可以全部来抵税 如果说只有50来抵税 那这些就是原来做资产 遗产规划 资产传承的策略 可能都会有大的改变 那这个要再看一下 今年下半年的税 它的进程是怎么样子的 那冯先生真的是 我们财税税务啊 避税 还有包括我们各政府的 税率政策的这些专家 我们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这个这一期的讲解 把今年联邦预算案里边 和个税相关的部分 给我们梳理的 是井井有条 相信大家呢 听完之后呢 对于今后的税务啊 资金安排 也会有更好的思考 和一些思路和方法 那如果对个税和资产方面 还有更多的问题 或者正在寻求 更合适自己的投资方案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有联华金融专家 为您详细分析规划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